第四十章 熊孩子 光明者 普通人 上 叶红鱼转身 洒落露台的那些月光星光 尽数被他甩在身后 脸上的苍白 因为阴影的遮掩而淡了很多 他静静地看着长轿 没有说话 思绪却有万千 熊出没也静静地看着他 看着被月光星光勾勒出来的线条 看着那张处于阴影里 却依然明媚美丽的面庞 再次确认 现在的叶红鱼 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小姑娘了 于是 他有些莫名其妙地愤怒起来 叶红鱼没有惊讶 没有愤怒 没有讥讽 没有恨意 什么表情都没有 看上去似乎并不意外于他的出现 因为叶红鱼的平静 熊出没变得更加愤怒 当年最丑陋邪恶的举动被人揭破 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 对方的平静让他感到枉然不解 让他觉得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他宁肯看到一个因疯狂而恐怖的裁决大神官 也不想看到对方的眼眸里根本没有自己的存在 你和灌主说了些什么 他问道 叶红鱼看着他没有应答 熊出没沉默片刻忽然笑了起来 丑陋猥琐苍老的面容里有着一丝极为变态的快意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你是在怕我 叶红鱼还是没有说话 是的 你很怕我 熊出没的眼眸深处有幽芒闪烁 像是狼又有些怪异 声音也带着因兴奋而产生的颤抖 当年的事情让你记忆太过深刻 当你发现是我之后 你根本不敢报仇 因为你害怕再遭受当年的经历 叶红鱼看着他平静地问道 我为什么要害怕 熊出没微微变色 他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 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就算现在的你不怕 当年那个可怜的瘦弱的 双腿像炉柴棒般的女童 又怎么会不害怕那片阴影 他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 有些像是重病之后的喘息 眼瞳也染上了一层血性的潮红色 声音微颤 你在知道真相之后 想来除了愤怒 也会有很多的不解 为什么当年身为长教的我 会冒着被耶稣发现的危险 也要做那件事情 其实连我都没有确切的答案 事后想起来或许是极度 熊出没看着他发盘的月光 看着他美丽的容颜 有些失神 叶鸿鱼平静地说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熊出没愣了愣 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对这些不感兴趣 当年灌珠远游南海 耶稣自荒原归来 入室修行勿生死观 然后才会有这件事情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你趁着我兄长不在 玩些小孩子把戏 难道我还需要弄清楚 你在想什么 熊出没的眼睛瞪得极大 干瘦的身距离 骤然散发出一道 极恐怖的毁灭意味 他张开双臂 不可置信地说道 小孩子的把戏 他的声音变得有些尖锐 非常难听 就像是妇人的指尖 在粉墙上快速地划过 里面满是愤怒和不信 你说这是小孩子的把戏 他激动地尖声重复道 你觉得那只是小孩子的把戏 那时候你哭得是多么的可怜 你怎么喊耶稣都没有人回应你 这么多年你是不是过得很痛苦啊 我都不明白 你受了这么大的羞辱 怎么还能对那个没用的男人 给予那么多的希望 叶祖 救不了你 叶红鱼 如湖水般的眼眸最深处 有星辰变换 同样有很多画面 在他的眼前不停地变换 然后渐渐消失 变成冷漠 那件事情 怎能忘记 当年 在道观里沐浴 被陈皮皮看到身体 他何至于一定要杀了皮皮 若能忘记 他为何从来不在意 被别人看到自己漫妙的身躯 难道不是因为潜意识里 觉得这具身躯很脏吗 好吧 那便无法忘记 但那又如何呢 他看着熊出墨 威风说道 我不是天狱院里 那些发颠的教授 我对你的心理状态 不感兴趣 或许你嫉妒他 或许你脑子有问题 或许 你想舔罐主的脚 我对那些事情 并不关心 熊出墨 盯着他美丽的脸 一字一句地说 那 不是小孩子的把戏 叶红鱼盯着他丑陋的脸 一字一句地说 可你就是个小孩子 熊出墨极为受矮 远不及普通的正常人 这些年 他始终藏身在万丈光幕之后 把身影弄得高大无比 正是有这方面的心理疾病 当年他冒着极大的风险 极为不治 且疯狂的欺凌 还是幼女的 叶红鱼 或许也是来自于他这方面的心理疾病吧 叶红鱼淡然说道 我知道你很想看到什么 你想看到我难过 悲伤 愤怒 绝望 看到我觉得自己不再捷径 从而羞辱 但很遗憾 你不会在我这里看到这些 因为我可不想陪你玩这些小孩子把戏 又是一句小孩子把戏 熊出没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眼眸里的幽芒变得更加疯狂 身上的气息更加恐怖 寒声说道 我不是小孩子 你比十岁的孩子还要矮 叶红鱼比他要高很多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然后叶红鱼的目光渐渐下移 落在他的双腿之间 几十年前 你的羊具被鱼脸毁了 就算想对我做些什么也做不到 我为什么要觉得羞辱 从身高来说 你是小孩子 从心智来说 你是小孩子 从性能力来说 你这辈子都只能是小孩子 愤怒 极度的愤怒 占据了熊出没的身心 他反而极诡异地渐渐平静下来 眯着眼睛沉默了很长时间 所以 你把这件事情 理解成被疯狗咬了一口 但你不要忘了 就算是被狗咬了一口 也会留下伤疤的 疯狗也有牙齿 你那东西废了 便等于没牙的狗 被咬了两口 又能留下什么 始终 夜红鱼都表现得很平静 没有嘲弄 没有刻意的怜悯 没有不经意的愤怒 然而 这便是最大的嘲弄与亲密 因为这些都是真实 哪怕熊出没是最强大的西陵神殿长教 是盗门的第一人 是恐怖的天启镜强者 是曾经的凌辱过他的凶手 在他平静的目光下 他 只是一个 阳锯被废 终生不能人世 长不高 废到不能再废的孩子 一个姓熊的倒霉孩子 我会杀死你 熊出没忽然说话 语气严肃而沉重 我不知道 你和灌主说了些什么 虽然你此时表现得很平静 但我知道 你很想我死 你比世间任何人都更想我死 那么我就必须杀死你 叶红瑜静静地看着他说 你来裁决神殿说这些话 不就是想击我先对你出手 我没有给你机会 你是不是很失望 对盗门来说 长教大人自然要比裁决神座更加重要 但绝对不代表 他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夫子登天 陈某重归大陆 从那一刻开始 熊出没便不再是盗门的第一人 他重新变回了一条狗 打狗要看主人 狗要去咬人 也需要看主人的脸色 你不敢对我出手 因为你担不起盗门分裂的责任 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变得越来越强 你只能等着我强大到可以杀你的那一天 却什么都不能做 你只能向着绝望的深渊不停坠落 却不知道底部在哪里 你将承受无尽的煎熬与痛苦 而这就是我还赠于你的 他的声音依然平静 神情依然平静 眼神依然平静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熊出没 就像在看着一个死人 裁决神殿里一片静寂 月光落在露台上 落在他的肩头 于是那些星光便被掩盖 如尘埃落地 如这段往事 然而就在这时候 黑暗的道殿角落里 响起了一道声音 很遗憾 或许 这一切 都不会发生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那个角落 瞬间变得明亮起来 站在角落的那个人 很亮 仿佛由万道光线 正从他的身躯里射出来 裁决神殿里 再多了一个人 依然没有人发现 他是怎么进来的 夜红鱼的眼睛 再次眯起 如一道线 如一道剑 那个人是赵南海 南海大神官一脉的神术 源自光明 此时 他将气息境界提至巅峰 于是整个人光明一片 熊初某不知道赵南海 为什么会出现 但他欢迎这种变化 因为赵南海的出现 极有可能代表着 灌主的某种意愿 夜红鱼 妄想裁决神殿入口处 中年道人也来了 他在支手灌里 处理杂物数十年 在灌主的轮椅后 站了数十年 没有任何表现 似乎只是个普通人 他就像个普通人一样 普普通通的站在那里 夜红鱼闭上眼睛 开始思考 牧师在崖平上 灌主曾经说过 要把熊初莫的命交给他 但他不会误会 中年道人出现 是为了建约 此时杀死长教 对道门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中年道人 不是来杀长教的 那他是来做什么的 龙庆去了宋国 横幕在清河都不在桃山 此时裁决神殿里的四人 便是道门最强的四个人 夜红鱼睁开眼睛 明雾却依然不解 为什么 为什么灌主要杀我